從下剛看到的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公開談話 事實上美國內部現在對於中國的紅色滲透是全面的反彈 美國內部越來越認為台灣是值得尊敬的良善力量 但是越來越覺得中國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 最大的敵人 蓬佩奧連續兩天接受專訪 他在專訪過程中特別的肯定 川普在任內裡面對抗紅色滲透的決心意志 然後蓬佩奧一直在講這個也是表達他會去對抗這件事情 他要沉寂川普的精神 繼續要做抗中的一個重要的領航者 然後他這時候就特別提到是說 對於這個世界威脅最大力量早已經滲透到什麼 他特別點到的是中國送到美國的高校生 連校園都已經在被滲透了 他特別提出來有36萬中國送到美國的高校生 通常這些學生送來 你應該是來美國學自由價值 學進步價值 但不是這些人開始去滲透到校園 開始威脅到校園 他又開始提了 他在喬治亞理工學院講的 麻省理工學院講的一些演講 一些什麼 你會去顧忌中國學者 顧忌中國學生 自我設限說這要顧忌中國人的情感 蓬佩奧講說這些事情是他要繼續對抗的 那事實上中國呢 真的是拿這種中國國情當藉口 現在全世界華然的是什麼 一百九十五萬個伺服器裡面 找出來的共產黨黨員滲透的名單 七萬九千個單位都被滲透了 結果中國出來的時候呢 汪文斌終於出來講話了 他說這個東西呢 叫做惡意炒作 叫做理應外合 叫做請各國尊重中國的國情 不要再拿這件事情加以囉嗦 你看到沒有 中國國情就是這回事 可是中國國情到什麼狀況 它干涉到什麼狀況 衛報有最新的調查報導 調查報導是原來中國透過他們的5G 透過他們的手機賣出去之後 裡面真的有後門 有暗門開始這兩年嚴格的監控美國的人 美國出外旅行的人 他們的手機用到中國手機都被監控了 他特別提到是2018年開始做這件事情 追蹤監控滲透你 然後呢 其實呢 2018年是從中國出來的很多 但是慢慢的已經擴散到了 到2019年之後 開始有一些外國的基地 加勒比海 透過加勒比海的裡面的手機進去 特別的呢 那個衛報還把它整理出來一個表格 講得非常的清楚 滲透的對象 監視的對象 就是在海外旅行的美國人 你只要用到中國手機 買到中國的3G 4G的手機 你完了 你就被滲透了 而滲透的方法呢 透過了監視途徑呢 有中國通聯 Follow 巴哈馬 電機你看就是從加勒比海來的 然後呢 發送訊息 因為有很多時候你手機在定位的時候 你不是在講話 就是好像跟手機做聯繫 那個暗藏的訊息 發送過去 其實就把你的手機給監聽了 裡面就有一些暗門程式 後門程式就在裡面了 你的手機就被監控了 然後呢 掌握到美國人的移動模式 跟誰交往 你的交往圈裡面 通通收集起來 變成他們一個大數據 然後這樣一個發送訊息 就可以做一個監控 中國就在幹這種事情 我 你不認真